欢迎收看第三期的527狂新闻 说到投胎转世当然少不了梦婆汤 一喝敏恩仇 忘所有 以为小小一碗是米斯梦的秘密武器 你错了 根本比不上一个汉堡包 咱们多才多艺的太分开 起乐解决烦恼诊所 看他一边诊疗一边吃的这么香 多庆幸这不是减肥门诊 但那金医师将汉堡包一口咬下 患者问题也跟着全忘 问问什么呢 调话不同 调话什么 调话什么 调话 我接下来的问题 威力如此强大 米斯梦也不用辛苦熬烫了 并购金牌汉堡包 一起在那河桥开发解决烦恼 去日本几回 南俊尼当然不忘好好炫耀战利品 手办公仔就像女人衣柜的衣服永远不嫌多 但没有金发主角有点难过 俊尼 forgotten 我们的少女战士永远是你 这ическая戰席 看那灵气和身段,上天给的,咱们羡慕不来,好突然,真错愕,logo说换就换,脸书,微博,V来夫,油管,日本官方推特,韩国官方推特,甚至成员推特,能改就改,要换全换,简直比全力长还胜大。 Beyond the Sane,BTS 是扫心的简简单,自己下笔能有九成像,等等,我的鼻子说没有错,空气中弥漫满满套路一出现就有的交位,脸果儿也说正努力准备下张专辑中,光阁楼狗就这样, 新专辑新故事,想到真头痛,没有华生相伴,更没有老爷子的优良基因,只知道真相绝不止一个,虽说钱包肾脏都不够,但还请大飞和七知行行好,放过我们的脑,老师说,脑是用来思考,而不是拿来烧的,一起期待新专辑等回归,527床新闻,我们下次见。